欢迎回到新北新闻网 新北市立三支幼儿园将家乡特色融入日常的课程当中 从之前的脚白损到现在 小朋友们要用樱花装饰幼儿园的外墙 与砖雕大师一起用砖片平贴墙面 专业的设计图在搭配同区的砖雕 专业中带点童真相当的逗趣可爱 为了让孩子对于自己的家乡有深刻的认识与了解 近来新北市立三支幼儿园将家乡特色融入日常课程当中 从脚白损到樱花 孩子们更加了解自己家乡中的特色作物与花卉 最近在幼儿园的外墙 还有孩子们与砖雕大师 陈逢险一起完成的砖雕墙 专业中还带点童真相当逗趣可爱 三支幼儿园长期致力于在地特色文化 将这些文化融入到我们的自编的课程里面 这一次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以脚白损为主题 孩子在脚白损主题的一个末期的时候 把脚白损磕到了我们的砖雕里面去 那我们也很荣幸邀请到陈丰显大师 这位就是号称国宝级的人物 跑到三支来来问我们的孩子 来问我们的幼儿园气了一面非常非常美丽的墙面 把孩子们磕的脚白损的砖 然后呢 镶到我们的墙面上 那构成了一个樱花的一幅图画 那这个樱花呢 也就是我们将来呢 从脚白损走完之后呢 会再走樱花 然后再陆陆续续续的把三支的在地的文化呢 全部都融到我们的课程里面去 进而融入社区 美化社区 带动三支社区的繁荣 三支呢 这几年樱花 打响了全台湾 秋天的时候 又有脚白损的收成 这两项堡呢 是我们三支的 所以说 这个幼稚园呢 抓到了重点 让小朋友呢 把三支的脚白损呢 把它刻在砖上面 那我结合了这个砖呢 把它打造了一片樱花的砖雕墙出来 这就是三支的堡 三支的人文 是非常棒的 在孩子的构图上 师傅们比划着砖块 要雕塑成什么模样 随后再由孩子们一一拼上 这也让孩子们都相当兴奋 不只是家乡的特色能被看见 自己与好朋友的砖雕作品 也可以被爸爸妈妈 还有社区的叔叔阿姨们看见 我今天早上做了卡帕 嗯 然后呢 然后还做很多有趣的事情 那刚才有没有出来切这个砖块 有 那你觉得怎么样 好玩吗 觉得好玩 为什么好玩 哪里好玩 因为可以贴砖块 是因为可以给爸爸妈妈看 捏砖雕 捏砖雕哦 那你在砖雕上面做什么图案呢 这脚白绳图案的 这脚白绳图案 那刚刚有没有切砖雕 有 你觉得好玩吗 好玩 你觉得为什么好玩 可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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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自己的作品 非常谢谢我们三支幼儿园 特别邀请我们的盲教大师 陈老师来到我们三支 那结合我们小朋友一起创作 来美化我们的街景 那特别是他也特别结合我们三支特有的櫻花和角白绳 融入这样的乡土教育 让我们整个这个街道的景观会有不同的一个风貌呈现 特别感谢我们三支幼儿园 这边也特别跟各位乡亲来推荐 我们三支幼儿园是特优的一个幼儿园 希望大家小朋友都能够来这边 三支幼儿园也是在我们湖城社区里面 那教育是百年大祭 那我们幼儿园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我们从小就把它灌出人文呢 这个地方把它打造下去呢 那我们日后呢能够隐身呢 这些小孩子呢能够有艺术的创造呢 我们使用一步一步来打造 那最后呢像这个艺术墙呢 那我们是整个三支能够全部把它打造 独有特色这个砖瓦的艺术墙呢 那能够带动三支箱的光华产业呢 这个也是我们从扎根做起 三支幼儿园的孩子们在接触到角白绳课程之后 看到樱花盛开变 自行提议要认识樱花 并用樱花来美化幼儿园 孩子们在砖雕作品上 刻画出樱花的造型 在与大师的墙面设计互相结合 成了扶城社区街边一幅最美丽的风景 也是孩子们学习到最贴近生活的 一堂乡土教育课程 记者廖平函三支采访报导 对大家看到这份房子的情况 谢谢大家